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请先开 圣学根植根 第一册 第六十一页 千字文 从第三行开始看起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前面的课程 我们学习到了 千字文 开篇的 这一段经文 并且 跟大家分享了 这句经文 它的意思 以及出处 天地玄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苍天 是黑色的 大地 是黄色的 在《易经》的昆卦 文言当中说 天旋 天旋 而地 黄 因此 天地 玄黄 这一句呢 它就是出自于 经典的一句话 宇宙宏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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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宇宙,这个词呢,它是时空的总和。 那么什么是宇呢?这个宇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所指的就是上下四方,这无限广大的空间叫做宇。 而宙,它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就是宙所指的,是古往今来,无限久远的时间。 这就是宙,而在淮南子当中,也有谈到宇跟宙的定义呢。 宇所指的,就是上下四方。 宙所指的,则是古往今来。 因此,在淮南子这古老的典籍当中,就已经为我们把宇和宙的概念阐释得非常的清楚。 而洪荒,那么张教授也为我们讲述呢,这个洪荒啊,它也是有典故的。 是出自于羊熊太玄经的洪荒之事。 那么说到羊熊,我们学习汉学的同学啊,都不会感到陌生。 它有许多,几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传世。 其中,羊熊所写的方言呢? 这就是在文字生育学当中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好,这是前面的课程。 就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天,什么是地。 那我们知道啊,中国的汉字,它是智慧的符号。 看到这个字呢,老祖先在字礼行间所蕴含的无尽的深广智慧。 就在这字形、字音和字意当中,都能够展现出来。 而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也有谈过。 千字文,这部同盟的经典啊,它和其他经典相比之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历朝历代,有许多的读书人,学者都很喜欢来写千字文的书法。 这也是和千字文这部书。 他乘书之时,特有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因为梁武帝,他找人从王羲之的字当中,踏下了一千个完全不同的字。 并且,让他的臣子周星四,把这一千个彼此之间没有太大关联的汉字,编写成运文的形式。 所以四字一句,四字一句,而且,他每一个段落都是有押韵的。 这样读起来,就朗朗上口。 因此学习千字文,我们等于,就在同盟养正的阶段, 就认识了一千个不同的汉字。 因此,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也会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汉字。 在古时候造字的时候,古人究竟是把怎样的智慧,蕴含在汉字当中呢? 那我们也会选取有代表性的汉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学习。 让大家会在汉字的汉字的无尽智慧当中,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的老祖先,他造字之美,用意之深。 以及这种含义之广。 这都是充满趣味,也是充满深刻的智慧。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天地玄黄的天。 究竟这个天,在造字的时候,它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看头影片上,就有为大家展示了甲骨文,金文,简薄文字,和小传的字形。 那么天这个字啊,它在六书当中,既是象形字,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会议字跟指示。 我们看甲骨文字,我们看甲骨文的这个天啊,还有金文的天,它的长相呢,看起来差不多。 那么张太炎先生啊,就曾经说过,天即人鼎。 我们看甲骨文。 我们看甲骨文和金文。 非常明显啊,这个天就像一个人。 它是一个人的什么部位呢? 就是一个人的头部。 好,人顶啊。 那么只不过甲骨文的这个头顶,跟金文的头顶啊,看起来有一点不同。 就是它的表现方式有点不同。 但是很明显都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人的头。 最顶端的部分就是天。 在这个意思当中。 在这个意思当中,进一步再引申。 就引申为苍苍者,也就是苍天。 这就是张太炎先生,他的解释。 那么陈柱是,他有柱解说啊,像甲骨文和金文,最顶端的这个符号。 一个石心的圆和一个空心的,有点像四方形,不太圆。 这个看起来就像人的头一样。 那么天字如果和大字相比啊。 那我们会看到,在一阵中,大字典当中,刚好大这个字跟天是在同一页。 所以我们可以很好地比较出大和天,在甲文和金文的时期。 它的字形是不同的。 就是虽然长得都像一个人。 可是大这个字啊,它只是一个人的形状。 它所要阳述的侧重点,不在人的头顶这个部位。 所以大这个字,在甲文、金文当中呢,它头的形状就并没有这样的突出。 这一点和天字就很不同。 我们会看到天字,因为它无论是作为象形还是会意指示字。 它所要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都在人的头顶上。 因为我们常常说人是顶天立地的。 人的头顶上就是浩浩的苍天。 所以天这个字呢,我们会看到甲文和金文。 它的头顶就显得特别大。 所以它所指的就是人的头顶当中浩浩的苍天。 而我们人,生活在天地之中。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一定要敬畏天地。 因此古人说,天地君亲师。 师父上人也曾经谈过,他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生活在福建。 就会看到,福建的堂屋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供奉天地君亲师。 这也是提醒每一位华夏子孙。 我们身为人,顶天立地。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天地大自然,宇宙万物, 一定要生有敬畏的心,恭敬的心。 同时,又把君亲师和天地并称。 这个意义都是无限深远的。 再来看说文的小传。 说文小传的天呢,是从一大,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上面一横就是一,下面是一个大字。 那天,在书文许著当中, 就有讲到他的本意,是做颠来解释。 那段宇才先生是怎么诠释天是颠这个意思呢? 他是如何诠释天在小传当中的形体呢? 。 段宇才先生就有强调啊。 天,他是至高无上的。 是其大无有二也。 我们常常说啊,人会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所以这个天,他是非常广袤的苍天。 很浩瀚的宇宙。 所以他的广大呢,是在整个宇宙空间当中, 没有其他事物能够跟他相比。 因此,小传的形体呢,就是一个一字,下面呢,就是大。 这是段宇才先生的解释。 那么基于小传的这个形体,和他的意思。 段宇才先生就认为呢,天这个字啊,他是一个会议字。 那当然,如果我们看经文跟甲文的形体, 会觉得说天,就是一个像形字啊。 很形象的一个人,他的头顶是圆圆的,大大的。 人的头顶上的就是天。 可是如果从小传的形体来看呢, 根据段宇才先生的分析,就会看出, 这个天啊,他是一个会议字。 好。 那么再来看,徐浩的解释呢。 他说啊,天者为在人上至高之处。 那同样也是在人的顶端,非常高的地方, 这个叫做天。 所以是上面一个一字,一字在大的上面。 而徐浩他认为呢,天字是一个指示字。 这个大就像一个人的样子,而上面有一个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天这个字啊。 既可以说是像形字,在六书当中也可以解释是会议和指示字。 而段宇才跟徐浩他们的说法都是有根据的。 好。 汉字的构型啊。 因为他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 人们在解释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按照像这些文字学家, 他们对于汉字的理解, 跟宇宙万事万物的观察, 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 而这些说法也都是说的通道, 都是符合天他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字典当中也有谈到, 就是什么是天呢? 就是这些星星罗列的空间叫做天。 所以地球也是这些恒星, 行星等星星当中的一员。 。 而我们人在地球上往天空上去看的时候, 就是看到是为天体所包围。 所以就把天和地这样区分开来。 而以地球周围的空间称作天。 那么这是关于天这个汉字啊。 我们就能够从它的形体当中看出很多的意思。 而说文解字特别强调, 所以中国古人对于天是非常崇敬。 是怀着一种恭敬心, 有敬畏天地的思想。 像在从前我们生活在北京, 非常喜欢去一个地方叫做天堂。 也因为天园地方的概念。 所以在北京的天坛, 它所有的这些设施都是圆的。 像起年殿, 它整个建筑啊, 都是圆形的建筑。 包括要祭拜上天的时候, 那个祭坛也都是圆的。 可是如果到地坛去参观呢, 就会看到啊, 它所有的建筑都是方方的。 这就是符合天园地方的概念。 而康熙字典在这里也有引用《易经》跟《礼记》的经文。 《易经》说卦当中说, 钱为天。 那相对来说, 地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跟钱相对的坤。 坤为地。 这是我们可以不用看经文就可以想象的出来。 那么《礼记》、《礼运》当中也有说天丙阳。 所以天它所代表的就是钱,就是阳。 而地所代表的就是坤。 天丙阳垂日星。 在浩瀚的宇宙天空当中。 大家会看到太阳也在天空挂着。 月亮跟星星也是在天空挂着。 这就是浩瀚的宇宙啊。 我们所能够欣赏到的日月还有群星。 这是康熙字典当中啊。 也有引用了许多的经文。 我们都可以来做参考。 好,那接下来再来看这个地。 我们来看大地的地。 它在造字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大地的地。 我们在正宗字典里面啊,就会看到。 它有经文小传,乃至历书草书行书的不同的写法。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 这个字,它的演变的过程。 那么经文的这个地啊。 丁佛言先生他认为,实际上我们看到啊,就是能够解读甲骨文,还有经文啊。 这都是要非常专专业的学者。 他们有数十年的研究,才能够把一个汉字,它古时候的形体真正的意思呢,能够搞得很清楚。 就像我们在之前根之根和英国汉学院的课上啊,也都有介绍过,像法国的一位大汉学家汪德迈老教授。 他就是在欧洲第一位掌握了甲骨文的汉学的专家。 因此我们看啊,这些老人家,他能够把经典的毅理解释的这样的深,这样的透。 就是和他在文字,生韵等这些基本功所下的功夫是分不开的。 所以能够解读这上古时期的文字,这些专家也都是很了不起的。 好,那么丁佛言士他认为地这个字,他的经文呢,是从二图,就是显示它的厚重。 因为地是非常厚重的。 那他有说到,在经文当中有一个字形,就是我们看到右侧的这个字形啊。 它是断省,从二图,延厚重也。 就是这个字形当中就显示了大地的厚重。 那么当然古人呢,他如果要去形容这个大地,其实他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好,比如说后面啊,我们在签字文的经文当中,到后面会学到一段经文,叫做金生利水,玉出昆缸。 那像这个金,黄金的金,古人究竟要如何来呈现这个字呢? 我们就会看到啊,他所呈现的这幅画面啊,就是在图里。 那么里面,生金,因为黄金啊,这些矿石都是从大地当中去挖掘出来的。 它不是挂在天上的,它是埋在地里的。 所以金这个字,它要呈现黄金埋在土地当中的这个状态呢。 它就用一个王字来描绘土地。 那在王的当中呢,又点了两个点,就来表示呢,这个金子是从土地当中挖出来的。 好,这个学到后面金生利水,玉出昆缸啊,会再跟大家讲解,金还有玉。 好,所以同样是形容一个土地啊。 我们就会看到,大地的地,和黄金的金。 他在描绘土地的时候,古人的这种表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好,那周伯奇,周伯奇明先生他认为,这个地呢,本是做坠土的意思。 而说文解字,说到说文,大家就要看这个小传的形体。 那说文里面呢,他也有引咒文。 咒文的地呢,是重复,重土,是断生。 他的意思,跟小传的这个地意思是相同的。 好,那么小传的地,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要从说文解字当中,来看它的本意。 好,这个小传的地啊,它是重土,野生。 那么它的本意呢,在说文当中是这样解释的。 元气初分,清清阳为天,重灼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这就是说文当中对于地的解释。 这个元气初分呢,它所指的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他在产世宇宙生成的时候,是最初呢,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 就是所谓太极生两仪。 那么最开始,在混沌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天地啊,是不分的。 到了后来,这气当中呢,有清清阳者,它气呢,就会分成清浊之不同。 那么清的气就形成了天,浊的气呢,就形成了地。 因此才说清清阳为天。 这种清浊的气,它一分的时候,这种清就成为了天,而浊就成为了地。 万物所陈列也。 所以,大地呢,它是万物的母亲。 它含藏万物。 大自然当中,有许多植物,矿物等等,都是在大地当中生长出来的。 这是说文解字当中对于地的解释。 那说到地呢,如果我们去查找就是古时候的这些类书,它对于地的诠释,就会发现它所诠释的面向呢,是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像山岳,大地当中有高山。 那高山,比如说我们中国就有五岳,有东岳泰山。 还有像横山,华山,松山等等,就有几大名山可以产视。 还有秋林,平原。 像中国版图当中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这都是属于平原的地带。 还有田园,郊野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大地它所含阔的范围。 以土生物,因为大地呢,从这个土壤当中可以生出许许多多的植物。 而且从大地里面还能挖出很多的矿物。 像金银铜铁啊,各种宝石,很多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 所以它是这个字呢,我们看它的形体。 它是从土,它左侧呢就是一个土。 又以野为古蛇字。 就是古时候的蛇字啊,就是这个野。 因为在古时候呢,人,人的这个人口数量是比较稀少的。 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呢,人口的数量非常的多。 人口生活的很密集。 在古时候并不是这样啊。 古时候的人口,最初就是在造制的这个时代呢, 人口还是比较稀少的。 那么到处草来为辟而多龙蛇。 所以所到之处呢,有很多土地都是没有开采的这个地方。 所以就有许多龙蛇会在其中出没。 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大地从这个蛇字,就是大地的右侧这个野啊。 大家如果看小传的形体呢,它就是一条蛇的样子。 于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呢,在古时候人烟稀少的时代。 因为许多土地都没有被开采出来。 都是呈现一种原始的状态。 所以这些龙啊蛇啊,在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 好,于是这个大地右侧呢,就以一个蛇的样子来作为它的形体。 好,所以这个地从这个右侧,右侧的形体是它的身旁。 好,那么左侧这个土呢,是它的形旁。 因此这个地字,它是一个形生字。 好,当然呢,也可以看作是会议字。 好,这是关于大地的地啊。 我们从字形上来分析。 大家就对于这个字呢,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而说文解字,我们看康熙字典当中也有引用。 在说文解字里面,就有谈到呢,这个我们古人所产世的宇宙天地在生成的时候的状态呢。 就是元气出分,重灼因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这也就是,当宇宙在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太极生两仪。 这个时候呢,最初从一个混沌的状态,到这个气,它有分清气浊气。 于是清气上升而为天,浊气呢,下坠而为地。 那么大地呢,就是万物所陈列。 它这里会生产自然界当中的万事万物。 那这个意思呢,在世名当中,也有一个解释。 同样也是强调这个大地,它是承载万物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大地形容是像母亲一样。 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会形容说,父亲就像天,母亲就像地。 为什么? 其实这个跟天地的一个自然法则也是能够相通的。 父亲就是代表羊,它就是代表钱。 所以,用天来形容父亲,父亲它在家庭当中的这个位置。 它的作用,就像天一样。 而母亲呢,就像大地。 大地它非常柔和。 它能养育万物。 它能包容万物。 它能够生长万物。 而大地它的特性就是属于坤。 《易经》当中的坤。 那么坤呢,它是阴。 钱是阳,坤是阴。 所以这就是大地的一种特性。 它可以承载万物,也能包容万物。 你往大地上去放一些非常贵重的东西。 大地它也接受。 往大地上去丢很多肮脏的这些垃圾。 大地它也接受。 这就是大地的胸怀。 它可以承载万物。 所以世民就有讲阐释呢。 大地是载万物。 这样的一种特性。 而地,底也。 就是用底呢,来解释这个地。 其体以底下。 因为天是在上嘛,地是在下。 它的特性就是如此。 所以它能够承载万物。 就是在这里。 那么坤为地。 这是《易经》当中所说的。 所以我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 那么父亲是钱,母亲就是坤。 父亲是阳,母亲是阴。 父亲是天,母亲是地。 这个特性。 在家庭当中,父母他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 就和天地在宇宙当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是可以相对应的。 所以人们这样形容呢,也都是很有根据的。 常常说父爱如山。 那么父爱,父亲如天。 那母亲呢,就如地。 就爸爸像太阳,妈妈像月亮。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特性的不同。 所以在家庭当中呢,才会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 如果说爸爸妈妈都像太阳, 或者爸爸妈妈都是天。 那么这个家庭呢,就会显得太燥热了。 显得全都是阳。 他就不能够有一种阴阳的平衡。 所以父亲呢,他是这个钱。 他是阳。 那么他就有他的一种特性,有他的威严。 母亲呢,是坤。 他是弟。 那母亲就有他母亲柔顺啊,温柔啊,还有包容。 这样的一种特性。 所以一个家庭呢,他能够和母。 就是和父母亲他在不同的角色当中, 所要肩负的职责。 扮演的角色。 这都是有关联的。 好,这是世民跟易经当中的解释。 这都是康熙字典当中的注解。 那博物质里面有一段话呢,这个形容也是很贴切的。 也是很生动。 博物质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大地啊,这是我们现在看的是康熙字典当中的地这个字。 他说大地是以明山为辅佐。 比如说在中国就有像五月四读。 五月呢,就是像东越泰山,还有恒山、华山、松山等等。 这是中国的明山。 如果是佛教的话,也有四大明山。 所以地呢,他是以明山为辅佐的。 这些山呢,来辅佐大地。 而石为之谷。 大地的谷是什么呢? 大地的谷就是石头。 这个形容都是很贴切的。 川为之脉。 你看他就是把大地形容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那他的骨头呢,就是大地当中的石头。 而他的血脉就是他的山川。 因为大地当中有许多河流。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还有长江。 那这个呢,就像大地的血脉一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河川的存在呢。 所以这个大地才呈现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 不过呢,这个水也不能泛滥。 如果这个水太多了,造成了灾难。 造成了水灾,那就不是养育百姓的。 而是伤害和危及到百姓的生命安全。 所以大地的血脉呢,就是这些河川。 那大地的毛是什么呢? 是草木为之毛。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啊。 他的毛法就是生活在大地上的草。 各种植物,各种树木。 这就是他的毛法。 那么大地的肉是什么呢? 土为之肉。 大地的肉啊,就是大地当中的这些黄土。 这就是他的肉。 那当然也有不同颜色的土啊。 像黑土啊。 东北就是黑土地。 那总之都是土。 不管是什么土质。 博物质当中就说啊, 他的肉,大地的肉呢,就是土。 你看这一段话呢, 形容的就非常的贴切。 生动有趣。 这是博物质当中的记载。 好。 好。 那么我们好。 在这里阐释了天还有地它的意涵。 好。 大家会觉得是不是非常有趣啊? 我们中国的汉字真的是充满了智慧。 好。 如果是细细的去分析跟了解它在生成的时候所具有的意象啊。 大家会发现这里面啊,真的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在其中。 好。 那么当我们对于千字文的这句经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天地宇宙的事实的真相啊, 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了解。 好。 那么特别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啊。 好。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千字文一开篇,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心胸好开阔。 这种开篇之笔啊,一上来呢,就是气度不凡。 而张教授也有谈到呢,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虽然是很渺小, 可是这种渺小只是我们外在的形体的渺小。 实际上呢,一个人的心量可以无限的广大。 广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能够广大到啊,近虚空变法界是一体。 那么这一点,就是师父上人所阐释的大方广佛华言经的境界。 好。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盟学的典籍。 其实,要是把它引申开来呢。 当一个人他具有华言的心量的时候啊,就是即使是看同盟的经典啊。 他也能够像学习华言经一样,这个心量能够无限的宽广。 那么师父上人,他老人家一生当中是非常喜欢讲这个华言经。 我们从前在新加坡听经文法的时候啊,也常常会听师父上人宣讲华言经。 那后来又到了澳洲,香港等各个国,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去弘法。 这个华言经讲了不少年啊。 我们来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再来看看华言经当中所说的虚空法界是一体,以及多元文化, 合合,共存共荣的这个概念呢。 大家呢,就可以把自己的心胸啊,就是放得更加的广阔。 那师父上人有谈到呢,像华言经这部经的开端。 我们就会看到,参与佛陀说法的听众啊,有175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团。 那么如果是通说十方,就有无数无尽的族群。 所以华言经所寒阔的范围真的是很广大。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的这种大会集啊。 那么佛经当中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所指的呢, 就是这些无量无数的族群,不同的文化思想集合在一起啊。 大家呢,都享有各种合合圆融的真善美慧的生活。 而世尊和诸佛菩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教学的方法。 通过教学的方法,能够让一切众生认清宇宙人生的根源和真相。 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啊,自理行间所说的全都是真话,真实不虚的。 这个真话是什么呢? 这个真话就是告诉我们宇宙当中的事实真相。 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原本就是一个妙好完美的整体。 其实这种思想和见解啊,不只是佛家有。 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在经典当中也是曾经说过的。 比如周易,周易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 这就诠释了我们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 而老子,老子所讲述的就更加的清楚。 老子曾经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所以这儒家的经典跟道家的经典所说的,跟佛法所说都很相近。 因此师父上人特别教导我们。 我们要达到多元文化的和合,多元文化的圆容。 首先就必须要有这个认知,问题就能够解决。 但是凡夫因为没有这个认知,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 就只是顾到小小的身家,就生起了自私自利的观念。 而自私自利这种新型的发展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导致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样就会跟别人产生了冲突和矛盾。 互相的去侵犯加害对方。 这就造成了天灾人祸的根本原因。 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天灾人祸,大家找不出他原因在哪里。 实际上如世道的圣贤经典都为我们讲述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师父上人教导我们,当我们冷静的来观察这个世间呢, 会发现许许多多的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自私的心形当中来的。 所以佛讲的非常的正确。 这一切灾难,一切不好的果报,都是从痴迷而产生的。 那么师父上人在讲华言经的时候,就常常会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大树来做比喻。 就比如说一棵大树。 那我们会看到这棵大树啊,它是一个整体。 那我们把这个大树比作宇宙,比作法界。 把自己比作这棵树上的一片树叶。 假如说树叶跟树叶之间来看呢,就会产生了对立跟对抗。 彼此之间会猜疑。 但是如果深入的来观察,原来这好几片树叶是从同一个枝条生出来的。 它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这样啊,就不会跟其他的树叶产生冲突了。 如果我们再往下来寻找啊。 这树大树,条条同生一枝,枝枝同生一干,干干同生一本,本本同生于一根。 找到了根本,我们才知道啊。 原来整个大树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大我,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这样我们才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根源啊,找出来了。 于是呢,这所有的一切的对立啊,矛盾啊,还有冲突,都会烟消云散了。 自自然然,大慈大悲的心,就会油然生起。 我们爱护一切众生,就跟爱护自己一样。 真正气辱自他不二这个境界。 那么师父上人特别强调啊,我们真正体认到整个世界是一家,地球是一家。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纷争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任何族群团体,通通都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个体。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知的。 只有彻悟虚空法界当中所有的星球是一个整体。 一切的问题,才能圆满解决。 那师父上人所教导我们的这种华言经, 尽虚空辩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的观念呢。 就是佛经当中所说的, 十方三是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畏亦然。 从这句经文当中,佛经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是一个我,是清净法身。 因此师父上人在这六十年的讲经说法当中啊, 弘扬佛陀佛陀的大乘经典。 也是在在处处在提醒我们, 要真正了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的。 是一不是二。 这个境界真的就非常的深广。 那么用师父上人的理念, 我们再来看待千字文当中所说的,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好,大家对于这句经文, 就能够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啊。 好,这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给我们讲述一个自然科学的现象而已。 好,并不是这样好。 如果深入他的内涵呢? 好,那可以说,好,这如是道的圣贤教育呢? 他都是在阐释天地宇宙的事实真相。 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都是在如是道的经典之中呢? 为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楚。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初学记当中的记载。 好,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初学记当中的这些资料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好。 这是我们在之前呢, 曾经为英国汉学院录制的一个课程, 叫做汉学工具书开启四库的钥匙。 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就曾经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一些类书。 好。 那我们就有特别注意到啊, 初学记这部书。 初学记这部书呢, 它是唐朝的时代徐坚等奉君王的赤令所撰写的。 他有三十卷。 那这部书他所编辑的, 是从中国古代一些经史文章当中摘录出来。 他有分类,分成二十六部和三百一十三个子目。 前面是叙事的部分, 也是我们参考资料主要引用的内容, 是以叙事的部分为主。 那么后面呢,就有试对诗文。 初学记这部书啊,编的非常惊讶。 像我们学习《四库全书》里面的典籍, 会发现了清朝时代的学者, 因为他们的考据这方面呢, 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峰。 所以清代学者呢, 实际上他们的眼光是很挑剔的。 如果大家去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啊, 就会发现啊,有一些再好的书啊, 这些《四库管辰》都能从里面挑出很多毛病出来。 都会把它列举出来, 并且对于一些问题进行考证。 那当然初学记也是存在它一定的问题。 可是呢,《四库提要》当中对初学记这部书啊, 是赞叹有加, 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而且这部书在历史上啊, 就是唐代的君王在教育皇子的时候所用的一部书。 那么自然呢, 可以说就是古时候的皇子的教育, 贵族的教育。 那么这部初学记就是一部很重要的教育皇子用的一部书。 好, 所以我们也特别把它提出来。 好, 在讲解签字文的时候有涉及到相关的内容。 如果初学记当中有记载的呢, 我们会选取一些比较精要的内容, 来跟大家做分享。 这样大家在学这个经文的时候啊, 就会感觉到很有, 有深度。 好, 就是每句经文你不会随便的就把它划过。 因为很多像一条龙学校当中的小朋友啊, 可能对于三百千千的经文啊, 都能倒背如流。 可是我们真正要对于经文, 它的内涵深入的理解呢, 那么就要从文字学, 生育学, 训孤学的角度, 以及从古人这些参考资料所引用的经典当中啊, 再去深挖它的内涵。 这样学起来呢, 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不会觉得说, 哎呀, 这部书就是给小朋友认认字而已啊,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啊。 它浅可以学的很浅, 也可以讲的很浅, 可是要说的深啊, 它也能够说的深广无尽。 而且里面有很多内容呢, 是非常有趣的啊。 我们如果是结合古人的经典来学习啊, 就会发现这些经文呢, 真的就像在挖这个宝藏一样。 是越挖越多, 取之不尽, 用之不及。 那么斯库提要对于初学记这部书啊, 是非常赞叹的。 他首先有谈到他的体力, 是从叙事开始, 那么之后呢, 就是试对。 好, 叙事的部分是我们主要会采取的内容, 而后面的试对呢, 会选取一些重点啊, 甚至就不选啊, 因为叙事对于每一个事物, 他就已经阐释的非常清楚了。 好, 最后的部分就是诗文。 而叙事的部分呢, 他是选取各种典籍。 但为什么说初学记这部书编的很好啊? 就是徐坚呢, 他在唐代啊, 呃, 他也可以算是皇亲国戚之一, 而且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儒。 好, 人们说东海徐宫硕如也, 讲的就是徐坚。 那么一般编类书, 类书呢, 在古时候就像百科全书一样啊, 呃, 我们在四库全书的子部当中, 就会看到许多各个朝代的类书, 啊, 从呃, 特别是唐代以来, 啊, 宋代, 唐代, 宋代, 都有许多类书。 他就都像百科全书。 可是初学记这部书呢, 他编的很精要, 啊, 你想就是给皇帝要教育皇太子, 教育皇子用的参考书, 那当然是要编的很仔细啊, 啊, 那可能也是他编的特别好, 所以才被选用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从这里就能够看出来, 你看他的叙事的部分呢, 他虽然是从各个不同的经典啊, 历史啊, 等等的点击里面选取的资料, 可是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经过, 徐坚等这些学者是经过很用心的编辑的啊, 所以把它编起来呢, 前后啊, 就好像是一篇很连贯的文章, 这点跟其他的类书相比呢, 他就有他的特特殊的地方。 那么诗文的部分, 他有也有兼录初唐时期的内容, 于诸臣赴前代后, 那么如果是军王所预制的这个诗文呢, 就放到前面。 那么这一点呢, 他在体力的编排上就有注意到, 这种人伦关系当中的军产这一轮, 他也是要长幼有序的。 而初学季所采的采取的参考资料, 都是随代之前的古书。 但是呢, 徐坚等大臣呢, 他在选取的时候, 选这个材料特别的严谨。 所以他所选的这些材料呢, 在使用上啊, 就是很有可用性。 于是四顾管辰就赞叹他呢, 虽然在唐, 唐朝的人所编的类书当中, 初学季啊, 他在就是博, 博就是广博啊, 内容的广博这个方面比不上一文类句。 而金则圣之, 就是初学季这幅书编的很精要。 这个精要的部分呢, 就超过了一文类句。 而且他比同时代的北唐书抄还有六帖啊, 可以说都是高出太多了。 那么古人也曾经有讲过, 说中山刘子怡爱其书。 刘子怡呢, 他非常喜欢初学季这部书。 而且他赞叹他说啊, 非止初学, 可为终身记。 大家不要小看初学季, 一看是初学, 以为呢, 就是给小朋友读一读的而已啊。 实际上呢, 你要是用心来读, 发现一辈子可能都学不完呢。 就好像升学根之根当中的小耳语一样。 很多人以为小耳语不就是给小朋友唱唱儿歌, 背背书用的吗? 实际上如果要深入的来学, 发现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你看小耳语的作者啊, 他用小耳语当中的精神, 非常成功的培养出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朝廷的高官, 而且呢, 学问跟德行都很好。 所以中国古人呢, 在教育同盟, 教育孩子, 这个方面啊, 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几千年的教育经验, 教学的经验啊, 都融入到这是同盟的经典当中。 因此, 当我们在学习圣学根之根, 会特别的体会到啊, 中国的老祖宗,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了, 是全世界啊, 最爱护儿孙的祖先了。 为什么呢? 就古人深深的了解, 所谓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好, 所以在同盟养政的阶段呢, 就把他一生当中所需要学, 学到的道德与学问啊, 几乎都在这个时期, 就帮他打好基础了。 这是为子孙啊, 想的多么的深远啊, 所以我们读根之根, 圣学根之根啊, 真的是无比的感动。 好, 你看这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民族, 老祖宗, 会这样用心的去教导他的后代子孙。 你看这个圣学根之根, 整整个就是七册的书啊, 这加起来有二十多部的儒师道的经典啊, 那如果孩子们从小就扎好了这个儒师道圣贤的根, 可以说呢, 为他一生就奠定了深厚的道德跟学问的基础。 所以我们学习这一套书, 真的是越学越感恩, 这种知恩报恩, 感恩的心呢, 真正是油然而生。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从初学记这个天, 初学记的第一卷天部,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还有地这个概念。 那因为初学记这是唐朝时期的皇子们啊, 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比如说写这些, 我们现在很多一条龙学校的小朋友, 可能也要学习怎么写文言文的作文。 我看有的同学呢, 这个作文也写得很好。 所以初学记呢, 就是唐朝时代, 这些皇子们, 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啊, 就需要来, 从初学记当中去查找这些典故资料。 所以它是很实用的一部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初学记卷一的天部, 这是出自于文渊隔本四库全书的子部196, 类书类。 大家会看到, 它的第一卷啊, 第一部就是天部。 所以要查天呢, 就打开到, 从16页开始啊, 就是它目录之后啊, 从16页开始, 最开头的内容啊, 就是天。 好, 天第一。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叙事的部分啊。 核图过地象啊, 当中说, 亦有太极。 好, 这个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项, 这个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经文啊, 是周易里面说阐释宇宙生成的这个道理。 那么亦有太极, 这太极所指的是什么呢? 所指的就是天地混沌未分之前, 这个状态啊, 称作太极。 好, 在混沌未分的时候, 那么天和地都还没有形成, 这种状态就是太极的这个状态。 那么太极生两仪, 两仪所指的就是天地。 好, 那么当这种混沌的状态啊, 逐渐的开始产生变化。 于是呢, 就会看到清灼之气, 这个清气, 就上升而为天, 灼气呢, 就下降而为地。 于是太极生两仪, 这时候天地就形成了。 那么这种状态啊, 如果懂得科学的人哈,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跟现在科学家所说的, 宇宙大爆炸的这种原理哈, 来相对应。 那么当然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的生成, 有他的一套很系统, 也很科学的一个宇宙观。 这是通过经典啊, 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那么两仪未分, 就是当天地还没有分开, 还没有分的时候, 其气混沌, 这时候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 就是元气未分, 所谓模模糊糊的这种状态, 就叫混沌的状态。 等到后来清气和浊气, 它分开了之后呢, 清清上扬者就变成了天。 那么重浊呢, 这种浊气呢, 它往下降, 就变成了地。 这是河图过地像当中, 所解释的关于天地的生成。 而世明当中说, 天谈也, 坦然, 高而远也。 这个天啊, 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它既高而又远, 是一个非常广袤的, 这样的一个天空。 物理论当中说, 水土之气生为天。 好, 那么在尔雅里面啊, 就有把这个天呢, 好, 就有, 我们, 其实读古书啊, 会读到很多天好, 那么到底, 这些天指的都是什么呢? 好, 那这在尔雅跟广雅当中, 就为我们讲的很清楚。 首先, 春夏秋冬, 就有分分作不同的天。 好, 这个尔雅啊, 或者是说文,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 就像今天我们又读到雪卢老人啊, 在讲解论语的时候, 所谈到的一些重要的开示。 那么雪卢老人, 他老人家在九十多岁讲解论语啊, 呃, 我们会体会到老人呢, 对于汉儒跟宋儒, 是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啊。 虽然, 呃, 雪卢老人讲解论语, 他从一百多种, 呃, 论语的注解当中去选取一些, 呃, 比较符合孔子思想的, 这种解释, 好, 那, 往往是不偏汉儒也不偏宋儒, 可是, 我们在看老人讲解论语呢, 会发现老人还是比较赞叹, 呃, 汉儒了, 好,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汉学啊, 好, 汉学它有个定义呢, 指的就是, 汉朝的时期, 这些学者他们解释经典啊, 往往啊, 都是, 在, 迅姑的方面, 有很深的功夫, 比如说我们看郑璇, 好, 他注解经典啊, 那么他的, 迅姑方面的, 这个功底呢, 这是, 宋代的学者啊, 也是, 望尘莫及的啊, 所以雪儒老人对于汉儒, 还是很赞叹的啊, 那常常会看他在, 批评宋儒, 就是, 宋儒有时候在, 呃, 讲一些问题啊, 喜欢, 批评人啊, 骂人啊, 这一点呢, 雪儒老人都, 不会很认同的啊, 所以雪儒老人对于, 汉代学者啊, 他解释经典, 用这这种迅姑的方法, 是很赞叹的啊, 好, 您看, 汉, 汉代, 呃, 有说文解字, 好, 十三经当中有尔雅, 像说文解字跟尔雅, 好, 好, 这些, 好, 火经, 好,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雪儒老人有谈到他早年啊, 曾经亲近过, 呃, 佛门第十三代的祖师, 净土宗的祖师, 印光大师, 那那时候呢, 雪儒老人就觉得说啊, 呃, 我佛法当中比不上印祖, 好, 但我至少文学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印祖相比呢? 好, 因为雪公老人, 他老人家的文学底子好嘛, 好, 可是, 等到他老人家九十多岁啊, 又读了几遍印光大师文超的时候就发现啊, 印祖的文学功底, 他不但是佛学功底深厚啊, 连文学的功底都很深厚, 好, 所以为什么师父上人, 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扎好如是道的三个根, 而且呢, 也要把文字生育训估, 这, 学术, 汉学的三个根扎好了, 就是因为, 我们学习文字生育训估学啊, 对于将来去解释如是道经典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好, 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啊, 那么我们可能常常会曲解如来真实义, 好, 忘解如来真实义, 就把圣贤佛菩萨的经典啊, 他的真实的义理呢, 就没有办法去正确的解读, 好, 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师承啊, 从, 呃, 印祖到, 呃, 雪宫, 好, 雪卢里比南老居士, 好, 一直到师父上人, 好, 我们会看到说, 就是, 这些了不起的法师大德啊, 他们在学习如是道经典的时候, 下的功夫是非常深的啊, 而且就是, 在文字生育训估的方面啊, 都有深厚的功底啊, 就像大家看雪卢老人讲论啊, 那一字一句的考证, 老人能够从一百多种注解当中, 把它剖析的这样的精准, 这样的清楚,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功夫, 好, 因此, 我们扎好这个德行的根, 跟学术的根, 为将来大家能够真正的把, 如是道圣贤经典, 真正学好, 学懂, 学通, 这都是一个基本功, 好, 因此我们不要觉得说, 哎呀, 现在读这些什么尔雅呀, 说文啊, 好像挺辛苦的啊, 这是, 嗯, 我们中国人啊, 教育就是这样子, 嗯, 这个跟外国人的理念是, 好, 不太一样的啊, 中国人呢, 就是同盟小学的阶段, 还是要, 呃, 吃一点苦, 好, 就是一板一眼的啊, 你看从撒扫应对进退啊, 什么侍奉父母, 侍奉老师, 好, 然后呢, 再背诵这些经典, 认识汉字, 好, 要, 呃, 学好, 这些说文解字啊, 好, 学好尔雅啊, 等等啊, 你看, 从小的时候呢, 就不让一个孩子养成好意勿劳的习惯, 好, 从生活的教育养成, 到学术的熏陶培养, 好, 都是要下一番苦功夫, 好, 这是, 就是中国人的教育就是这样, 好, 那真正享福呢, 是到老年, 在享福, 好, 年轻的时候, 吃点苦不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天部啊, 好, 天部, 讲到尔雅呢, 就为我们讲, 讲述了春夏秋冬, 好, 这个天, 都是怎么称呼的啊, 好, 像尔雅, 广雅, 这些记载呢, 好, 大家都要把它记清楚, 好, 都要重视它, 好, 春夏秋冬, 都是怎么形容天呢, 春天的天啊, 叫做苍天, 夏天的天呢, 叫做浩天, 秋天, 这个天呢, 称作敏天, 冬天呢, 这个天, 称作上天, 好, 那我们不能搞混了, 好, 比如说我们写文, 文言文的作文, 好, 或者将来学利温对运的时候啊, 大家还要学着写对联啊, 好, 好, 天词, 这都是将来需要掌握的技能啊, 那这时候我们开始慢慢积累, 好, 就是古人, 在尔雅啊, 广雅啊, 等等的典籍当中, 讲的这些名词, 好, 慢慢的去积累的话, 将来就不至于啊, 一出手啊, 就让人看笑话啊, 好, 那这个天, 春夏秋冬, 四种天要搞清楚啊, 苍天, 浩天, 敏天和上天, 它分别就是春夏秋冬的天, 古人的称法呢, 是不同的, 好, 那广雅当中啊, 讲到天呢, 这个天呢, 不但是春夏秋冬, 它有不同的称谓, 好, 而且呢, 东南西北啊, 不同的方向呢, 对于天的, 啊, 这个, 解, 用法, 还是不同的啊, 这个也是有点复杂啊, 大家, 呃, 可以了解一下, 好, 广雅当中说啊, 好, 我们先来看南方, 南方的天叫做炎天, 好, 这个炎就是炎炎夏日的炎, 而西南方叫做朱天, 西方称作, 西方的天呢, 称作成天, 西北方的天呢, 称作幽天, 那北方呢, 称作玄天, 好, 那比如说, 在北方我们会听到有玄天上帝的名称, 好, 这是, 呃, 东西南北也有, 呃, 不同的, 这些神, 好, 将来我们在很多, 经典当中啊, 都会学到啊, 其实有一些也是非常有趣, 好, 比如说我们学到太阳的时候, 后面会学到日月银则成秀列章啊, 好, 比如说学到太阳的时候, 我们就要, 呃, 学到给太阳公公驾车的神, 叫什么名字呢, 叫西河, 好, 还有给月亮驾车的神, 好, 这个名称啊, 都不同, 好, 所以通过这些书呢, 大家可以, 呃, 掌握啊, 就是古时候, 有许多非常有趣的, 好, 这些故事, 还有名称, 好, 北方是玄天, 所以一看到玄天啊, 就知道这一定是北方, 玄天上帝, 好, 那么这一看呢, 这个玄天啊, 肯定他不是南方的神啊, 肯定是北方的神, 好, 东北方呢, 叫变天, 好, 还有九天之计, 叫做九银, 好, 那么这个银, 这个字本身呢, 它就有界限跟边际的意思, 好, 所以九天之计呢, 叫做九银, 好, 我们在学, 呃, 背唐诗的时候, 也常常会看到, 好, 九天的这个词啊, 比如说像, 一四银和落九天, 这个九天, 九天之计就叫九银, 就是九天的边际呢, 就叫九银, 另外九天之外, 叫九天之外次约, 九银, 好, 那么这个银呢, 也有一层一层, 一重一重的意思, 另外啊, 我们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啊, 有人就常常会说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天高低厚啊, 好,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像骂人的话啊, 但是呢, 到底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啊, 好, 我们会看到古人居然在记载当中, 把这个天, 天之高与地之厚, 好, 这个数字都记载的很清楚, 好, 这段同样是广雅的记载啊, 好, 这里记载呢, 天跟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是两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 好, 这是天跟地之间的距离啊, 那么地有多厚呢? 好,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天跟地之间的距离, 这个指的就是天有多高吗? 好, 那么地有多厚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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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天之后啊, 与天高等, 好, 它跟天的高度是相等的, 那么天, 南北之间哪, 好, 相去, 两亿三万三千五十七里, 25步 东西短减4步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段 真的是会对古人特别的佩服 为什么呢 你看古人他没有发明宇宙飞船 没有创造人造卫星 没有这些所谓科学的工具 可是为什么他很多的经典当中的记载 会觉得好像他就曾经去过太空一样 能够把这个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丈量的这么准确 这里差多少度差多少步都算得这么清楚 那这一点我们只能解释说 这个古圣先贤有许多都是明心见性之人 他虽然在中国是以圣贤的身份出现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尊敬圣贤人 喜好圣贤人 但实际上有许多古圣先贤 古圣先王 他们的境界呢 在佛经上来讲呢 都是属于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的这种境界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见了性之后啊 人的性德 他是具有万德万能 所以他在观测整个宇宙当中的这些状况呢 那么自然就不是我们肉眼凡夫这样的能力了啊 他的能力就比我们大的太多太多了 这性德自然的流露 他当然是无所不知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境界的话啊 我们想想看 像福西画八卦 到了皇帝的时期 那么对于八卦 又有推演到六十四卦 到周文王演周易 你看这些古圣先王啊 如果他不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他怎么能够通过 像周易 这样的经典来阐释宇宙人生真相呢 所以他们的智慧和德能 并不是我们现代肉眼凡夫所能想象的啊 你去量一下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 可能我们现代科学家通过科学仪器啊 可能是可以测得到啊 可是古人他没有这些仪器 他依然能够把整个宇宙人生的现象 看得这样清楚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好 那么转要当中 所说的啊 好 那刚刚所讲述的 都是出自于尔雅跟广雅啊 这些工具书呢 我们在曾经在英国汉学院的课程 汉学工具书开启四库的钥匙都曾经介绍过 这些典籍对于我们学习汉学都是必不可少的 好 那么尔雅相传呢 有一段文呢 还是周公亲自所做的啊 那么当然尔雅的作者他是比较多元化 有很多的内容呢 也是孔门的弟子所增加下去的 所以尔雅这部书啊 他不是成字于艺人 而是许多的这些儒家的学者共同完成的 所以尔雅跟广雅这些书啊 跟说文解字啊 方言等等一样啊 都是很重要的 学习汉学的参考书 好 转要这里的记载呢 是东西南北叫做四方啊 这四方我们很很容易了解哈 对于东西南北这是一个地理方向的一个概念 好 四方之余 约四维 好 叫做四维 那么天地四方叫做六合 好 天地约二仪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呃太极生两仪 这个两仪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好 大家要很明确啊 两仪所指的就是天地 所以大家在看古书的时候啊 现在逐渐的在学同盟养正的阶段 我们把这些呃文言的基本的用词 好 不断的去累积 好 那么将来啊 大家在写文言文的文章啊 就会很厉害了 这些词语啊 信守拈来 好 这个二仪所指的就是天地 那么什么是三才呢 学过三字经的同学都知道啊 三才者天地人 就是 加上天加上地再加上人 天地人合在一起啊 就是三才 好 下面这句话呀 就跟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就能够对应上了 什么叫雨 什么叫咒呢 四方上下 为之雨 所以雨啊 雨跟咒大家不能搞混 一个是空间概念 一个是时间概念 那么四方上下叫做雨 这就是空间的概念 四方就是东西南北 再加上上下 所以雨是空间概念 而咒呢 咒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往古来今 为之咒 你看古往今来 这个时光的流逝 沧海变桑田 桑田变沧海 这样的时间的流逝 一种时间的概念 就是咒 雨跟咒啊 我们在学习这句经文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的基本概念掌握 那当然这个宇宙呢 也有人称天地为宇宙 那么天地元气之所生 天是钱 地是坤 那么天元 我们看下面这句呢 又跟天地玄黄有关啊 天元而色玄 地方而色黄 所以天元地方 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古人呢 就是在古建筑当中 对于天文 天元地方呢 就充分体现出来啊 在北京啊 有天坛地坛 有日坛有月坛 所以到了天坛就看到什么都是圆的 一切建筑设施都是圆的 到了地坛就会看到 一切都是方方正正的 就是古人在设计建筑的时候 就完全符合这些自然的规律 那么天元地方 而天元而色玄 这就是天地玄黄啊 天空是黑色的 地方而色黄 这个大地呢 是黄色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 有同学是不是会有疑问呢 说这个地呢 它是不是也不一定完全是黄的呀 是不是也有黑土啊 也有黑土地 也有黄土地呀 那么这个地方啊 开启个人的理解啊 就是这个天地啊 它也是跟阴阳五行相对应的啊 那么这个地 如果我们用土来对应的话 就是基木水火土当中的土来对应的话 那确实五行当中 土它对应的颜色就是黄 所以我们这里理解这个黄呢 就不能完全从 这个土地到底是不是黄色啊 当然这个黄一定是它的基本的色彩 如果是变成像东北的这种黑土地啊 它是由它特别的自然的地理因素造成的 这个土地就特别的肥沃 被称为黑土地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 这种概念来理解它啊 可能从五行的角度来解释呢 可能更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日月为之两要 大家要是看到两要这个词呢 就知道它所指的就是日月啊 五行为之五尾呢 这个五行 五行称作五尾 五行啊 因为我们后面会学到日月银字 陈秀列章 就会涉及到二十八星秀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五行 它包括了东方的碎星 南方的银货星 西方的太白星 北方的陈星 还有中央正 这五星称作五尾啊 那么详细的部分像二十八星秀 还有像十二绿旅 这都是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当中 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概念 这在后面的课程啊 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啊 好 那么三尘啊 就是日月星 称作三尘 也叫做三光 所以我们常说三光日月星 这都是关于这个天方面的基本概念 而星辰的这个概念呢 好 那我们知道二十八星秀啊 这个是到后面的课程会在讲解啊 就是古人的这个天文的概念 好 它其实也是非常的相对来说也是挺复杂的 跟我们现在西方的科学所说的星座呢 是不完全一样的这个定义 是古人都是用二十八星秀来讲解 就是罗列在宇宙空间当中的这些星星 而且这些呃 因为古时候啊 就是呃 有一些历史时期呢 是非常重视啊 这种天地人的这种感应 所以天上的二十八星秀呢 它和我们地上的呃 就是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啊 这些地理概念都是相对应的啊 呃 所以在有的呃 朝代呢 这些君臣他们非常重视去观测星象 好 就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啊 呃 在历史上也是很悠久的啊 古人观测星象啊 有时候他预测一些呃 国家的吉凶祸福 好 有一些是预测的相当准确的啊 那么他就是通过去观察天空当中的星象 那么他对应的呃 就是中国的土地不同的部分 好 所以哪些星象啊 发生的一些变化呢 他就可以预测到说呃 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啊 哪一个呃地区啊 或者哪一个诸侯国啊 将会发生一些灾变 好 就在历史上很多的呃 这个灾变呢呃 很多的事件呢 好都是有很清楚的记载 好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还是呃强调要以德来相感 好就是如果这个君王和大臣 他们都能够用德行好来修正自己的错误 好嗯 那么往往呢 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将要面临的灾祸啊 这些呃 故事在古说也很多好 这是讲到后面的经文啊 会跟大家再来分享啊 好 那关于这个天地呢 古人还有许多关于呃 开天辟地的传说 好 例如说我们看到呃 这两幅画呢呃 是江义子老师所绘制的 一幅就是福西士 还有一幅是女娃 好 福西和女娃 他在古时候也常常会并称 好 这都是呃 在上古时期啊 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好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 与发展的呃 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好 像福西士啊 这是古圣先王啊 呃 他有许多德行 都是值得我们呃 尊敬和赞叹的 在怀男子当中就有记载 女娃补天的故事 好 那么这是 在古时候啊 四级肺 好 就是古古人认为天的四方尽头呢 都有 大柱子把它支撑的 可是当这个柱子 呃 倒塌下来的时候 就发生了很大的灾祸 好 九州裂了 呃 呃 就是 啊 九州之内呢 呃 就是 中国 古时候称作赤县神州啊 赤县神州当中又分作九州 那这里的九州就是指的大地 大地也崩裂了 我们想天的柱子塌下来了 大地也崩裂的 天不肩负 这时候天呢就不能够同时覆盖万物 好 坠不周宰 好 这个 这个字是 地的古字好 地呢也不能够再容宰万物了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天崩地裂了 啊 发生了很大的灾祸 而且呢 有许多大火啊 不断的蔓延 还有水灾 也不断的出现 于是 这些猛兽呢就开始去 吃这些蒙昧无知的百姓 还有凶猛的鸟呢 也用爪子去抓这些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非常的痛苦 这时候呢 女娲她就练了五色石来补苍天 好 这就是女娲补补天的故事哦 他又把这个熬 熬就是古时候传说当中海里的一种大龟 把这个熬呢 他的四只脚啊 用来 把就是当作天的四个柱子好 又把它立起来 沙黑龙以祭祭州 祭州是九州之一啊 是中国的中原地带啊 于是就把这些凶猛的野兽呢 也都降伏住了 姬如辉以祀饮水 于是因为女娲补天的功劳呢 所以苍天补 使得苍天得到修补 四级正 天的四根柱子呢 也都立起来了 饮水河 就是 泛滥的洪水啊 也都 止住了 祭州平 祭州就是指的 九州当中的其中一州哦 这是中原地带 也都平息下来 较虫死 凶猛的害虫 最终 也被降服 于是人民百姓呢 又能够开始过上了 安定而又富足的 生活 这就是 女娲补天的故事啊 那我们所列举的 几个故事呢 嗯 有几个故事都是跟天有关 后面还有讲到 启仁忧天 启仁忧天 以及呢 在鼠智 当中所记载的 一个故事 也是非常有趣啊 那这些故事呢 都是在初学记的 试对当中 呃 所引用的 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关于 启仁忧天的故事 还有 秦福的一个答问 这也是关于天 好的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呃 那我们就留在下节课呢 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我 谢谢大家